泰国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又创下新高 但普吉岛还是在7月1号开放 凡事打满两季的不用隔离 特定地点自由玩耍 14天之后没事就可以移动到泰国的其他城市 泰国这样设计是希望在第三季 吸引超过10万名外国观光客到泰国 一年多没见客的老虎即将出闸 船夫们也备好当地招牌的常委船 准备再度起烦 因为泰国普吉岛7月1号起正式向海外游客解封 而这正是泰国当局推动的普吉岛杀河计划 只要只有完成两剂疫苗施打证明的外国游客 就能免隔离到普吉岛湾 并在岛上特定地点自由活动 不过至少得待满14天全人无确诊后 才能在泰国跨幅旅游 泰国政府希望计划启动后 能为全国在今年第三季带来至少12万9千名游客 未来更有意把其他岛屿也纳入计划当中 不过当起先锋的普吉岛却有不少当地业者看衰 像这家大型SPA 内部有超过300间按摩室 这次疫情爆发后一直歇业至今 相同难题 像是由330个岛屿组成的斐济 近半数工作都与沟光有关 虽然去年一年平安挺过疫情 竟出现两例新冠死亡案例 却不敌来势汹汹的Delta变种病毒 斐济的疫情自两个月前开始恶化 每一天至少有250例新增确诊 而当局以保护经济为由 一直没有发布封城令 虽然斐济去年一年风平浪静 但外国游客不来 还上了一整年经济蒸发了19% 红十字会现在就呼吁 太平洋岛国加速疫苗接种 因为包括位在西太平洋的 美国属地关岛 和位在南太平洋的法国属地 玻里尼西亚都持续创下确诊新高 至于美国夏威夷州 毛衣县的首长则呼吁 游客不要报复性旅游 因为目前每天7500名游客 飞抵毛衣岛的机场 就快要逼近疫情前 2019年的7700人 但却有专家认为 首长并没有权利命令 航空公司减少乘客人数 恐怕只能透过市场机制来调节 联合国在周三发布一份最新报告指出 今年全球的观光业 除了部分西方市场之外 都将面临停滞 预计损失将扩大到2.4兆美元 且要到2023年才有望全面复苏 正从疫情中复苏的美国 抱怨游客太多 爆发新一波疫情高峰的岛屿 则为收入所苦 如何在之间达到平衡 仍是全球代解的课题 特别新闻中复报道